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瓦尔登湖 一个人的强大从独来独往开始 1845年 一位名叫梭罗的哈佛大学毕业生 辞掉正式工作 只拿着一把借来的斧子 来到了僻静的瓦尔登湖畔 在离群所居的日子里 他亲手修整木屋 耕种土地 过着朴素而简单的生活 但梭罗的思想却在临间湖畔的寂静中 自由飞翔 最终凝结成一部经典 瓦尔登湖 170多年后 这本书被清华大学选为开学礼物 送给入学的所有新生 校长邱勇认为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体现了宁静带来的巨大力量 世事纷扰 几多艰辛 每一个正在红尘中挣扎的成年人 都需要一片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 安置心灵 去瓦尔登湖之前 梭罗正经历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他辞职专心写作 日日奋笔集书 却无法得到编辑的肯定 他顶着风吹日晒 在小镇上辛苦测绘 居民却不认可他的功绩 不同意给他公职 他深爱一个少女 向他热情地倾诉爱意 少女却冷漠拒绝 令嫁他人 他与兄长多年相伴 感情深厚 可兄长却因意外得了破伤风 短短十天 就撒受人寰 沉浸在悲伤中的梭罗 闭门不出 长达三个月之久 直到在朋友的鼓励下 梭罗才重新找到目标 计划去瓦尔登湖畔 做一场关于人和自然的实验 两年过去了 梭罗如愿取得了丰富的成就 更疗愈了他原本苦痛胶着的内心 在后人看来 隐居无光山色间 听起来十分失忆 但身处其中 苏罗每天都过得很艰苦 他住的破旧小屋 墙壁缝隙丛生 为了抵抗冬日严寒 他只能学着抹灰浆 造壁炉 吃的是自己亲手播种的土豆 豌豆和青玉米 想要米面油盐 就要靠打短工换取 物质条件的确简陋 但好处是没有多余的事物 需要牵挂 没有旁人的眼光 需要顾忌 广阔空间中 梭罗是唯一的主人 可以随心所欲 安排自己的生活 他每年只要工作六个星期 就能满足基本的饮食穿衣所需 剩下的四十六周 可以全部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春天听鸟儿婉转鸣唱 夏夜在湖上泛舟吹笛 秋日临间狩猎 冬季凿冰捕鱼 闲适的日子如一汪清泉 潜移默化地抚慰了梭罗的伤痛 他逐渐意识到 即使得不到公职 依然能以另一种方式活得惬意 即使写稿的过程苦痛 可思考本身就已经令人享受和愉悦 失去的已经失去 可未来总会有新的喜悦 梭罗发自真心地说 只要把四季当成朋友 我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生活成为我的负担 人这一生总有些事 即使拼尽全力 依然无能为力 总有些人 即使执着于心 依然无法挽留 现实如此不堪 让人左之右处 却又不得不疲于奔命 不妨偷一段清闲 放空一切 在独处中 慢慢找回初心 世间从没有净土 但我们可以为自己 留一方安宁 即使世间沧海桑田 我心依旧 安然无恙 梭罗的小木屋 独立在湖畔林间 望远望去 任何方向 都不见另一幢房屋 最近的邻居 在一英里之外 人群聚居的小镇 则在更加遥远的地方 距离的阻隔 决定了 只有真正心灵相蓬的好友 才愿意绕过大湖 跨过田笼 穿过林间 来复一场 精神的盛宴 而绝大多数人 都不会为了 鸡毛蒜皮的琐事 来进行一次 无关紧要的社交 梭罗说 不管两个人的腿 如何努力 也无法让两种 不同的心境靠近 所以他从不惧怕孤单 而宁愿把大段大段的时间 投入到自己 真正的兴趣所在 比如在松林中 观察彩虹 美丽的拱角 比如在微风中 倾听旷野的钟声 或者与那些 偶然来访的知己 来一场痛快淋漓的 谈古论金 不需筹备宴席 不必考虑礼仪 然后在独处的时光中 让这些智慧的种子 生根发芽 哲学家帕斯卡尔说 几乎我们所有痛苦 都是来自我们不善于 在房间里独处 因为害怕被遗弃 所以匆匆忙忙 加入到身边某一个 或者某几个小圈子里 因为害怕被孤立 所以宁可委屈自己 也要去迎合圈子里的主流意见 在这个分工 越来越细致的社会里 人人都如紧密有合的 齿轮一般疯狂旋转 上班时事故圆滑 在老板同事客户间 维持最和谐的关系 下班后八面玲珑 在亲戚朋友间 表达最亲切的祝福 可虚假的热闹 掩盖不住话不投机的心酸 和抢言欢笑的疲惫 低质量的社交 其实是对生命最残忍的消耗 人生已经如此辛苦 千万别被复杂的身份 压到不堪重负 不如狠下心来 偷得半日闲散 享受独处的清欢 不打扰别人 也不被别人打扰 在某一时刻 完完全全地做回自己 就是现代成年人 最奢侈的自由 梭罗的瓦尔登湖之行 并不是为了避世 而是为了做一场目的明确的超验主义实验 他仔细观察湖畔植物的生长 以及动物的踪迹 写下言辞流利的美文 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他身体力行着一种自在而空灵的生活方式 为无数后人向往 成为诗和远方的象征 他拜访附近的农民 了解到他们为获取财产而不懈努力 却又被财产束缚 得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经济学理论 那些欲望太多 因此也牵绊太多的人 已经沦为手中工具的工具 他研究周围人与人的相处 深刻认识到奴隶制度的残忍 发展出自己的废奴主张 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了甘地 托尔斯泰 马丁路德金 并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无人注意 无人督促的日子里 梭罗从不曾懈怠 每次劳作和散步 都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积极探索 每次观察和交谈 都是对科学 哲学和经济学的深入思考 数百个日夜的心血 明成的这部经典之作《瓦尔登湖》 将梭罗的成就推向更高层次 舒本华说 一个人越不需要跟人们打交道 那么他的处境就越好 没有外界干扰就可以深入思考 知道今是而作非 少了旁人讨论 才能够看清方向 坚定找准脚下的道路 软弱的人才想依靠外力 把前途和命运交由别人摆布 强大的人从来都热爱独来独往 因为被自己把握的时间 才是最好的增值机会 两年零两个月后 梭罗完成了孕期的实验 离开了《瓦尔登湖》 他已从宁静中汲取到足够的力量 可以从容奔赴梦想 人生从来艰难 总有些时候工作和生活让人不堪重负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和自己独处 在独来独往中 感受一个人的服饰清欢 在安静专注时 感受心灵的自由成长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守候